最近说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案件 听起来哎呀好紧张 也让人家觉得好心疼 这是不是在我们华人社区 其实不断的有在发生 只是我们大家没有听到 或者是呢很多人受委屈了 被欺负了 但吞下去没有报告出来呢 刚好这个观众是这样给我们留言的 他是发生在12月26号 在去年的时候 其实也没多久 先也不过1月份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去年圣诞节过后呢 他的这个父亲跟他自己本人呢 在他们家的这个公寓 跟隔壁邻居起冲突了 对方呢这个刚好是其他主意的人啦 就是遇到他们两个正要出去 那两个在走道上面 这个言语不合哦 结果呢对方就动手打起他们妇女了 那本来是先要揍他的爸爸 那要揍他的时候 有可能是这个女儿很担心嘛 就赶快过去帮忙啊 帮忙的时候就希望 夹在这个对打的这个中间 希望不要再继续让他这个年迈的父亲被攻击 结果这女生就马上又再找别人哦 还找了这个自己的可能是男朋友吧 又找了一个另外一个男生过来 所以就攻击了这对父女 这对父女呢也找了公寓的管理员 希望能够让公寓的管理员来解决这个情况 来负责把这个对方情况给抑制哦 结果呢哎总而言之这个没有阻止成功反而被打得更惨 所以这个女儿呢跟这个爸爸两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 那女儿是有清醒过来 现在也是有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的爸爸呢因为这个伤重哦 结果就不治 现在是父亲过世的一个情况哦 那这真的让人家非常生气非常愤怒哦 但是被打的人被这种打到除了身体受伤之外 还过世的这个情况 他自己应该怎么解决呢 报警就好了吗 有没有什么民事赔偿 可以叫对方来做这个负责任的动作呢 他的权益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口号小天使哦 非常辛苦的为大家千里条条找到我们 华人社区里面非常知名的律师哦 为大家有请到的 这是我们邓宏律师事务所的邓宏邓律师 邓律师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久不见啊 对对对 一定是重大案件非请你出来不可 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讲讲该如何是好 在过去几年 针对亚太医的仇恨犯罪越来越多 很多华人很不幸成为犯罪的受害人 当这位华人受害的时候 他可以采用三个方法来保护 第一包案处理 因为尤其是他父亲发生了意外不幸去世 这个案子不纯粹是用自民武器攻击罪而是会变成一个谋杀罪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他的律师要出面要跟警察还有检察官施压要将这个案件重罚 尤其是如果是有种族仇恨的这个成分的话 往往检察官的话要发动社区的力量 要求检察官将这个这一项重罪 一起谋杀罪来起诉 当然第二个的话就是民事赔偿 民事赔偿的话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私报的人他已经坐牢了 我相信他有可能可以宣布破产 也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得到民事的赔偿 但是如果他居住的公寓 以前也发生过问题 或者是这些地方在这个停车堂 或者是在这个香店里边的话 以前也发生同样的 香店没有给警卫以后公寓 apartment的话没有将对方这个这个领走去逐他 这种的话因为公寓也好 或者开放给大家这个买东西去做生意的话 都要保证自己地方是安全的 如果这个人已经闹事以后 你这个店家没有采取行动 那他们的香业保险可以卡不住 所以这部分他不妨咨询一下律师 看有没有办法能够告公寓apartment里边的这个保险 因为有保险的话 这个我相信的话很多门都知道 保险非常非常至关重要 还有一个第三个保护措施的话 就是我们在华安社区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人寿保险的话 是买不起 觉得的话是有妇人才做的 才能够其实这是错误的 我们华人知道 尤其是你家里边有很大的责任 有小孩子要养 自己的整家人靠你的上班的话 最好最好为了意外事情发生 买一个term like insurance 定期的受险 定期受险的话 其实价钱很便宜 100块钱 以后但是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 保险公司的话 只要不是自杀 两年之内不自杀的话 只要好像十年的保单里面的话 基本上挖一年下来几百块钱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家人起码有这个照顾 是的 我觉得我们邓宏顿律师看事情真的是方方面面 每个角度都跟我们大家讲到了 所以这一位女儿是不是要赶快找律师啊 因为靠你自己的这个知识含量 或者是处理方法的话 没有经验会走很多冤枉路 可能没有抓紧这个时间的话 损失掉很多权益 所以我们一般的追溯前是 这个是两年还是三年啊 如果是被人体伤害 对 在告状的部分 检察官的话 在可以两年之内 这个三年之内可以起诉 对 名字赔偿这部分的话 是两年 所以这个很重要 以后但是 wrongful death这部分的话 在加州的话 是一年 以后你不当死亡 而造成的部分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好像有的意外事件呢 是政府部门造成的 好像警察开枪打死华人 或者是不当的处理 或者是这种的话 政府部门的话 我们在半年之内 就要向政府机构 提出理赔的要求 如果你半年之内 不提出理赔的要求 基本上那你就没有办法 这个获取任何的赔偿 哇 所以还是越快越好 所以这个虽然是 去年12月的事情 那现在可能这个 还在处理中 但是呢 找律师这件事情 要赶快去问清楚 所以像这样的部分 我们是应该找刑事律师 还是民事律师 怎么样保护他 这种PI case 对 基本上 重大的事故发生的时候 像这个人体伤害律师 像我们一样 我们都会受理这类 并且好处的话是什么 律师不收钱 如果是打不赢的话 他一分律师费不收的话 那你当然找律师咨询一下 对不对 如果是你说要告apartment 有没有责任 那律师会划事家侵探会调查 以后看一下子 以后要找专家 以后这些费用的话都是 如果是告不赢 那当事人不用付任何钱 所以的话 如果你告赢了 律师才从里面分钱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当然要找律师的话 就看有没有办法能够 不是要告这个 他个人 而是告这个保险公司 他有着责任 其实保险公司 就是他们收保护费 保护费 是的 也是保护费没错 也发生什么意外事情里面的话 他可以给你合理的赔偿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的话 不要放过自己 放弃自己的权利 不要错过这个追溯期 这个非常重要 赶快把握这个黄金时刻 希望这个女儿赶快去找这个熟悉 我们这种人身伤害的这个律师 再加上这有可能是有这个 族裔的这个仇视的情况 所以一定要严肃的这个对待 警察的报告 检察官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情况 一定要写清楚 那你自己可能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有个律师在你旁边 帮你把你应有的权益讲好 那真的很重要 而且刚才我们邓红律师 还看到了说 房东有连带责任 所以他既然是公寓的这个房东 他有他自己的保险 再加上就算他没保险 他还有那栋公寓 如果他有责任的话 这个至少还有一个人 还可以在旁边 帮你在财务损失的部分 帮你在这个纠纷的里面 还可以拿到一些赔偿 所以我们对这个女儿 真的感到很遗憾 这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也是要打起精神 赶快去找这种 专做这种人身伤害的律师 那我知道邓红律师 你服务我们洛杉矶 30年了吧 是不是 我从小看到你看到 快30年了 快30年 好的好的 所以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其实找这种 有经验的专家 都能够快速的得到 比较准确的这个答案 再次谢谢我们邓红律师书所的 邓红邓律师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